第三 修团病医开业日到晚来 今天都提供平衡的基面一个关心的医疗国务 提供健康生活的观点 为了要感染原港和乡亲等级的到达港以及收听 今天是特别跟主任科学博物馆来合作 去办一场小小医生的外党 美国恩兵各小的小朋友 去到处理勤势的功效 一面冲冠 也一面了解基本的医疗地下 这些要去推的话 绝对不是只有对老人家去推动 那我想是应该要落实从下扎根 所以在小朋友里面我们就开始给他灌输 这个我想大概医疗还有健康治癥的一些问题 医疗保险的地上 以及体身准备照顾的能力 这些东西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有担保的企业 但是第三 修团病医 它会稍稍的医生涯 让小朋友在过关的当时 不然感觉相当处理 买去基本的医疗地上也感觉变得很简单 来这边可以学到医学 还有可以学到急救的知识 今天来这里参加小小医师营 让我很难忘 然后在这里学习到医学的经验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来这里做CPR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说不定我以后也可以救人 看了个学习气氛 竟然可以提醒学习效果 这些少许一生年来的活动 也只是活动当中的一部分 第三 修团病医最主要也希望 透过病医和社区的结合 救助给在地基民 同时尽管健康的管理 并继续支持在地的好住民 老年中国来越多 实际上老年人 我想他产生了蛮多的一个疾病 那这个最重要的里面 虽然政府在推长期照顾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事 绝对来不及 所以我们一直在希望 有更多的社区 还有更多的医院 大家一起来关心照顾 所有社区里面的老人家的健康 整天多年可以说是 相当真正的丰富 第三 修团病医也特别在亚伯 基盘一张营业会 除了感恩病医完工 以及乡亲的帮忙和支持 也希望救赎大家了解 第三 修团病医 中的地消提供 买适合多次病医的医疗品质 基益甄猪如草波动 基盄甄猪育如草波动 第三 Québec息